嗨,我是廖帥,今天你吃飯了嗎? 今天呢,我們來到台中市惠中路 位於七起金華地段一間餐廳 叫什麼名字呢?叫做水象餐廳 水象餐廳呢,顧名思義呢 它是由建築物包覆著整個水製作而成的 各位看一下 超漂亮,超豪華的一間餐廳 水象餐廳呢,在台中已經開了十幾年之久 你要知道,台中市開一間餐廳可以開這麼久 是多麼不容易一件事情 等一下呢,就跟著我廖帥 去看一下他們菜色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吧 走 對,對,對,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廖帥 今天你吃飯了嗎 今天我們不下廚 我們幹嘛呢 我們來吃餐廳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市七起一天非常有名的餐廳 叫做水象餐廳 這間水象餐廳已經開了十年之久 你知道 在台中市這麼可怕的地方 一間餐廳可以開十年 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比登入月球還要困難 從錫開的餐廳到了又開 到了又開 而水象餐廳可以在台中屹立不堯 一定有它的秘密在 等一下我們就直擠它的廚房 去了解一下 到底他們的菜色有什麼魅力 可以在台中市這個可怕的地方 餐飲生存十年之久 等著我們去看看吧 嗨 我是廖帥 今天廖帥吃吃呢 來到了水象餐廳的廚房 我們執行他的廚房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們訪問到我們這位廚師 請問一下 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張家家 叫我阿家就可以了 這個是我們水象餐廳的一個支柱 一個廚房的台柱 它等一下會幫我們示範菜色 等一下會把我們示範菜色呢 我們叫做青蔥可可飯 在食材的選用方面 我們的兒子是來自嘉義東食的 壽大肥美的兒子 這道菜這邊注意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爆香的時候 跟蔬菜料洋蔥蒜頭還有蚵仔的爆香 我們要充分的爆香 讓它蚵仔的味道拌勻著爆香的味道 讓它有充滿大海的滋味 吃甜心和蚵仔點 吃甜心的味道 吃甜心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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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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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疑者 杨茜茜 醬汁很清爽 大家可以味道比較重的鴨肉 吃起來很好吃 它有一個 這是紅蘿蔔 應該是用柳枕下去蜜它的紅蘿蔔 吃起來完全沒有紅蘿蔔味道 好吃 鴨肉 鴨肉 吃起來 接下來我們吃一下他的招牌 他的招牌是起司麵包 他起司麵包聽說非常的厲害 我們來吃看看 起司麵包就是這個 這個是用鑄鐵的鐵盤 裝著麵包 這個鐵盤有進去烤箱烤過 摸起來有點燙燙的 裡面是類似法國麵包 那你一上起司醬 聞起來有滿滿的起司味道 吃看看吧 它的麵包本身是屬於就是有麵粉香 謝謝 然後搭上他的起司醬 起司醬呢鹹香鹹香的 非常有起司的味道非常濃郁 搭配這個麵包好好吃喔 難怪是他們的鎮店之寶 他們的招牌 網路上都說他們麵包 沾起司醬非常好吃 我今天來吃了一下 果然很厲害 果然可以起司醬出來怎麼做的 很單純麵包 烤的香香酥酥的 然後搭配上起司醬 這好好吃喔 幾塊 好吃好吃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 這個叫做 給我看一下喔 它裡面有 鱸片 然後有青菜 還有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雞胸啦 哇 雞胸好嫩喔 這雞胸應該是用 低溫酥肥的 它有辦法讓它做起來 吃起來這麼的嫩 然後這個清湯呢 就是一般的 kosome的清湯 不過呢它有加一些 松露油在裡面 所以在清湯之後 你喝到一點點 松露的香味 所以 松露這種東西啊 就是要搭配比較清淡的東西 不要跟什麼 青醬啊 番茄壽司 搭在一起 那就根本就吃不出來 松露的一個高貴的味道 它搭配這個清湯加松露啊 非常好喝耶 冬天啊 就是喝這種熱熱的湯 嗯 嗯 這個是呢 宮堡雞丁義大利麵 宮堡雞丁是屬於中式的菜色 可是它跟義大利麵配在一起 這種屬於 應該算是新亞洲風的一種 宮堡雞丁義大利麵 現在這種混搭的東西呢 在一家業界還蠻多的 我們來試試看看 它有這個雞 這應該是雞腿肉 然後果粉下去炸 嗯 炸的不乾不柴 好吃 然後公粉就是這個 花生 吃看看 哇 這個入口 有那個 焦麻的味道 有辣 有麻 然後這個 義大利顏色啊 有點像焦糖色啊 這應該是用醬油下去炒 吃起來 很好吃欸 很好吃欸 香香辣辣 這道菜 好吃 這種混搭的 現在很多人在做 可是要做的好吃的 沒有幾個 他們就會覺得 把中餐跟西餐 合在一起 就是要混搭 給我拿出來的東西 超難吃的 尤其是一些網美店啊 東西真的不好吃 嗯 超難面子 剛剛好 也很彈牙 難怪啊 嘴上餐廳啊 真的在台中不開這麼久 餐點啊 真的是很好吃 有傳統的 有創意的 都有 它這個啊 上面啊 有這個煎過的蚵仔 然後 飯裡面啊 還有蚵仔 是跟爆香料一起爆香的 這個菜色啊 是剛剛那個師傅啊 幫我們製作的 嗯 青蔥醬 搭配 義式的 料理手法 做成燉飯 加上蚵仔 吃起來 很好吃 它有一部分蚵仔 是跟蒜頭洋蔥一起爆香 把它鮮味啊 爆香逼出來之後 另外蚵仔 先煎過 煎得有點恰恰之後 再擺上去 最後的燉飯的成品上面 這樣吃起來 蚵仔就有兩種感覺 就是雙重重 有香 有脆 有鹹 超好吃的啊 嗯 上面有這個 上面有這個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沒有蚵仔魚啊 上面還有灑那個蚵仔魚 增加它的酥脆口感 這個蚵仔魚應該是用炸的 炸過之後 再灑上燉飯上面 喝個飲料 酷山飲料是什麼呢 這個 奇異果汁 整個奇異果下去打的 純粹好喝 都好喝,像我這種啊,吃東西啊,不加糖啊,連喝飲料啊,也是不加糖的,這種原味的最適合我 各位啊,如果來台中吃飯的話,記得要來台中市水漿餐廳吃飯 你們,已經開了十幾年的餐廳,一定有它的厲害的地方,有它的優點存在 不管是聚會、聚餐、同學會、春酒、尾牙 從一個人的用餐到兩百個人用餐,這裡都可以濃辣得下 只要你來的話,飽餐不會讓你失望 那今天的料出來吃吃就吃完了,下次要帶各位去吃什麼餐廳呢 我再好好地想一想,下次見囉,掰掰